大家好,我是Stan 今年是出道7周年的女团台亚 也未能突破7年魔争 今天台亚的所属公司对外表示 台亚正在准备8月即将发表的专辑 而在这张专辑之后 成员们会在9月结束合约 也就是说 这是台亚成员们与所属公司合约到期前的最后一张专辑 台亚好听的歌那么多 真的很遗憾 虽然很遗憾 但是恭喜你们投出狂诉了 狂诉就是毁掉Tiara的那个经纪人 这所属公司每次结约都不太好 不过没想到会给发表最后一张专辑 恭喜你们投出狂诉了 希望以后能在更多的地方看到台亚成员们 下个消息是 拥有许多快智人口歌曲的塔边奇成员Yeddy 今天突然在IG发文 想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我要结婚了 跟他在一起的话就会有很多开心的事情 是值得学习的人 最重要的是 他比任何人都尊重我珍惜我 宣布了喜讯 而在一夜里宣布喜讯后 队友康明凯在一起上传了自己的歌曲播放烈旦 Jina 高充击杰撒拉 Jeshi Otonex Jiddy クセッキ Tabichi 时间啊 梦乔拉 Tabichi 土沙朗 哇 姐姐恭喜你 康明凯姐姐怎么办 土沙朗 时间啊 梦乔拉 真的太好笑了 康明凯这是在练习主歌吗 康明凯说会唱 高充击杰撒拉 这首歌为主歌 希望真的能唱 希望康明凯也能马上有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遵守公约 进入冰箱的奶奶一等 最近以兴取回归的男团图巴图 再公开专辑不到两天 就在全世界43个国家地区的 iTunes专辑排行 19个国家地区的歌曲排行 都登上了一位 而专辑销售量 更是突破了107万多张 创下了仅出道三年 专辑首周销售量 就突破100万张的 第一组K-POP团体 而在专辑发行前 成员Tayun曾经公愿 如果专辑销售量 突破100万张的话 就让成员 眼君进入冰箱 坚持100分钟 结果眼君真的进冰箱里了 顺便说个TMI的话 眼君抱着的这个企鹅娃娃 是成员薛宁凯的 真的太好笑了 KK没想到真的会做这个 是吧 眼君怎么这么善良 还以为是芒娃随便乱说的 大哥竟然真的去做了 却眼君怎么在冰箱里 也这么帅呢 希望兔巴兔能 继续走花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